如果我們以前在討論人權 其實人權常常我們會回到18、19世紀那個時候 好像關於人的這個價值其實也會被提出來 可是如果剛剛這樣聽下來 其實我們今天好像人權有沒有可能其實是一個新的主題 因為每一個人透過數位的技術 其實他都可以把他的聲音其實可以傳遞出來 這個其實是數位人權很重要的 也涉及到品寬的溝通的問題 那如果是在這樣的一個狀態底下 其實就會涉及 因為剛剛有很多的人其實會問到數位危害的問題 那其實我會覺得就是說 構不構成數位危害其實會跟個人判斷很有關係 那其實我會覺得就是說 那這個判斷到底要如何養成 也就是說一個人他的成長的那個過程 到底判斷力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其實即使是到了研究生的階段 或甚至博士生的階段其實判斷的問題在數位的時代 其實一直都是一個 我想先確認一下 這裡講的判斷力是說 好比想說不要一直黏在網路上 還是說對於網路上面的言論 會不會構成那種玻璃心 還是就是 這在講的是 是對於這個攝取量 還是對於這個耐受力 還是都是這樣 是 我在想其實這裡面應該說都是 當然我們所期望的會是這種 就是說數位技術或數位環境底下 會不會出現新的判斷力的養成 可是我們會發現 其實在目前來講 有很多的判斷的判準 其實都還是在數位時代之間的那些 比較古典的類別 對 是 那我們其實大部分都現身在這個 這個處境裡面 確實 當然就是盡量決定獨行 這個最近大家都很少 就是對於同樣的東西 的攝取量的耐受力 其實每個人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就是自知之明 我想是判斷力的第一步了 像我是很有自知之明 我知道我在睡前 只要用手滑螢幕 我就一定睡不好 那這個我早就知道了 所以在觸控螢幕發明的時候 我就很有意識的決定 不要用觸控螢幕 所以我在一開始就是用Pump Pilot 然後之後是用Sharp Zaurus 然後之後是 這個是Galaxy Note 然後這個是Apple Pencil 那沒有業配的意思 它的特色就是 特色就是他們都是筆嘛 就是都可以用一支筆來輸入 那我在用筆輸入的時候 一方面是我可以往兩個維度思考 事實上可以Zoom In Zoom Out 所以有好幾個維度 可以往三個維度思考 那另外一個方面就是說 它是它我是我 這個分得非常清楚 因為我是隔著一個中介物嘛 隔著筆嘛 那或者隔著鍵盤 也是一樣的意思 那大家剛可以發現說 我除了在Zoom In Zoom Out之外 我的手是不會碰到螢幕的 所以我是把那個手 黏在螢幕上那個攝取量 盡可能的壓低 那原因就是因為我知道這個 對我的心智來講 這是有誠意性的 所以我如果花再多時間上去的話 我會變成拔不開 那我拔不開的話 就會有各種各樣的問題 第一個我會睡不好 那睡不好的話 那我狀況就更差 狀況更差隔天就更睡不好等等 那所以這個是從很小 大概可能20厘頭 我就養成的一個習慣 所以判斷力的第一步 我覺得還是對自己的身體 跟心智狀態的 Awareness的 就是個人修行的這個部分 它會變成判斷力的基礎 那另外一部分我覺得剛剛提到也很重要 就是說我們在看的案例 個案到底哪些是數位原生的 而哪些是從類比那邊過來的 那我覺得有一個很好的資源 就是叫媒體素養教育資源網 那它在上面就有很多的主題的策展 然後以及就是在教學上面的一些反思 專題演講 活動紀錄 出版品等等 那這些就是它盡量用數位原生的方式 去創造書讓大家就可以直接看到說 那自由競爭的環境之中 為什麼需要公共媒體 那這張圖也蠻漂亮的 然後還包含這個公司做的那個記者真心話等等 那為什麼說它是數位原生的 就是因為它採取了CC授權的這個策略 那這個策略就是說你複製一份的時候 你不用先取得它的統一 這個其實是有點Darwinian 就是有一些演化論的態度 就是如果你一開始就說版權所有翻譯必救 那看到的人他可能因此他的判斷力提高了 可他不會去幫忙其他人的判斷力提高 因為他沒有辦法再翻譯了 翻譯會被你逼救嘛 那但是CC授權不管是哪一種CC授權 希望就是說翻譯不救 就是你只要是忠於它本來的這個內容去進行翻譯 那我不但這個不會來追究你 事實上我還鼓勵你 那這個時候他碰到的人幾乎按照定義 就比翻譯必救的那邊來得多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看到說很多像什麼 我不知道唐鳳過台灣 老婆更田什麼東西呢 都是基於我們之前已經用CC授權 所釋出的這些素材 那無形之中也讓大家判斷力能夠提升 因為每一個這樣子做出來這些資源 他都可以碰到本來的版權所有翻譯必救的時候 碰不到的的這些事情 那這個不是只有在呃就是Pedagogical 就是教學上面去使用 他也可以在創作上面使用 好比像說我們把很多類比的記憶進行數位化之後 啊不但有大家可能比較知道的就是TDAL就是數位素材庫 那現在也有從民間來的你看這個很棒哦 他非常aligned accountable我只要按拒絕他就不會發cookie給我 不會追蹤我 很棒 好那這上面已經有就是285萬筆素材 那而且有各種各樣子的關聯圖 他可以瞬間讓你在創作的時候 有很多就是你知道不會來告你的人 就來貢獻的這些素材 那無形之中這也把Digital first的這樣子一種概念 更清楚的散播出去 因為對這些朋友來講 他都是不怕你知道只怕你不知道的這些文化素材 那當你越來越多把它混搭的時候 自然我們最基本需要的一些判斷力的原則 好像平衡的原則啊 這個多方式式查核的原則啊 他的framing effect啊等等 那別人如果要糾正你的話 他也不需要主張合理使用 他可以整塊拿過去 那這個叫做fork 就是去把它分支到一個新的做法 混搭到一個新的做法 所以他是透過就是不斷的交互變成高速度的互動 來達到就是達成大家的素材的提升的目的 而不是靠大家去背一個標準答案的方式 那後面那個比較是類比時代的方式 所以這個大概是用CC秀全來回答 沒有 我們不要很像是從學歸的 在 det際上 我們可以學來 現在好